高鐵長期回饋消費者 在明年人潮較多的時候 都會提前舉辦訂票活動 今年更是為了即將到來的暑假 準備了341班次的大學返鄉專車 只要大學生停前訂票 就能享受五折的優惠 從即日起就開放訂票 暑假即將來臨 台灣高鐵特別針對了 大學生的返鄉需求 提供了在6月24號到6月30號 這段期間提供了 大學生的五折優惠的列車 那也讓新竹地區的 十所大專生呢 也享有五折的優惠票價 在6月17號的凌晨零時起 開放購票 優惠活動也能透過 網路訂票提前訂購 超商取票方便民眾 但是高鐵提醒大家 用學生優惠搭車時 請記得攜帶學生證 台灣高鐵推出 大學生的優惠專案以來 廣受大家的好評 那在暑假期間 每週有提供了 341班次的大學生優惠 其中有五折 七折還有八五折的優惠 提供給大家 那經過統計 有75%的學生 都是透過網路訂票 然後多半數的旅客 都是在超商取票的部分 那記得大學生購票的時候 搭車的時候也記得要帶學生證喔 也因為新竹縣市就有 實所大專院校 每次期末考試結束之後 容易讓很多學生買不到票 或是需要人擠人 今年不妨試試提前訂票 不僅能提前規劃時間 更能享受優惠 凱布新竹 陳若宜紅 採訪報導